請問一下你,你受了傷的時候在醫院病床睡,接受治療的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人,比如醫務人員,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來不來 他們的力量大,還是你自我的力量大呢? 你當時的心是怎樣恐慌自己的? 當時他們來到我床邊,其實我很害怕見到人哭 但每一個人來看見我這樣都不能跑,或者全部都硬實實地 不知道說什麼,他們見到我,因為他們真的見到我風光的一刻 一個很大的對比,以前那一刻他真的會飛的 但現在你們全部躺在那裡,吃飯都要別人倒進去 餵我,或者喝水都要倒進去瓶裡,甚至喝過才絕倒 沒有辦法一個很大的對比 他們見到都不懂得說話,不知道說什麼 不知道跟我說安慰我好,還是鼓勵我好,還是串我好 他們完全不懂得說話 反而我就要跟他們說回我人緣的時候 沒事的,我想好了,現在積極點做 雙手當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停地跟他們說這個訊息 他們才敢跟我說話 很多人都只是看著我,不知道跟我說什麼 還有我才是要引導他們 當然,在我這幾個階段裏面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和家人,真的比我好大的支持 尤其是我的太太和兒子 因為真的是我最迷失,最需要人 或者最需要一個動力的時間 我兒子有靈體的世界 如果當時不是我的太太帶著肚子 我想我不會迫自己要康復得這麼快 或者要做這麼多事情 因為我現在就是不做很多事情 我還是很想告訴我兒子 我爸爸坐鱗椅,不要緊的 你不需要自卑 因為我怕他這麼大過日後應該會說 現在幼稚園的食物 為什麼你爸爸坐鱗椅呢 為什麼他在公園裡不可以和你玩 為什麼他不可以坐在那裡看 他應該會計較這些事情 或者說這些事情 即是兒子無心 你和兒子無心也好 我會想令兒子不會有這種事情自卑 要自由一些公共不同的韓國 就是以前的運動員 要到交通議員去坐鱗椅 正正就是這一群這樣的朋友 一直都是支持我 另外都很感謝很多香港市民 真的給我很多機會 我也都關注過 有時候當時 不知威 你不認識我了 但我知你是誰 你加油 就是這幾句話 有時候你無所謂 你不用錢的 你鼓勵一下身邊的朋友 其實是一些暴形的動力 是幫到他們的 我就是一直受這些鼓勵下 我就做更多的挑戰 或者做更多的事情 也都不再介意 分享自己這個故事 其實很多雙年男生 都可能會表達自己 或者是不敢 去表達自己有的思想 或者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路不斷 身邊有一堆小天使 都貼了我 和人幫我支持我 我想問 你面對人生 一個這麼壞的時間 當時 我聽你說 很多時候都是靠自己的信念 但是我想問 你是做了些什麼 令自己會看開一點呢 人的信念 始終都會有不開心 或者可能有很難受 就是看不開的時候 你是要做些什麼 開解自己 因為我 看到你是直接 要開解 像你的家人一樣 你覺得你本身 天生的性格 都開朗 還是你都要 有些方法 令自己可以減到一些壓力 或者令自己沒有那麼開心 因為可能我們平時工作上 也有很多 面對很多壓力的東西 你是有些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 我真的經歷了十一年 那個運動員生涯的這件事 是鍛鍊 或者訓練到我變成功 當年 我真的所有不利的因素 全都在我身上 如果我不是自己堅持 或者自己敢想敢做 你走不出一個運動員之路 你也走得那麼成功 就是建議那麼多資源 你不做的藉口很多 可以很多 但是很多選擇 因為這件事我喜歡 我不是去做的 我不會計較那麼多 大家計較的東西 大家都可能在香港 金錢先行的 我要拖車 我要養樓 我要做很多東西 照顧家庭 照顧父母 就把夢想放在左邊 但我真的夠膽去追我的夢想 我知道 我在走一條日 不是走一條日 亦都是因為那個例子 我知道是可以行得成功的 我就知道 現在坐輪雨也好 不要緊的 我又用了一個轉移事件的方法 真的不要想自己做不到什麼 不要跟別人理會 你做好自己而已 自己只剩下一張手 就想想自己的手 去做什麼 真的由一個基本的 一瞬心的開始 就是想 起初擦下洗臉 穿衣服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想 坐輪雨 上學樓梯 挑戰不同的運動 接著又開始 嘗試突破自己的方法 嘗試寫書 接著又再練英文 嘗試練國語 嘗試做演講 就是這樣自己一層一層去到 嘗試這些挑戰 不要給自己一個框 框著自己 接著就是 要去思考 然後 還有當時我正在寫書 我想就是寫書的間 原來幫到我 一個很大的主題 因為那一刻 其實我很迷失 我同時 要忘記過去 但是這個時候 還在寫書 變相 我懂得跳出跳入 開始 我要用一個愛人 去望望智慧 去用錢 找回舊料 用一個例子 去寫文字慧 我隨便跳出跳入 之後 發覺自己好像 有些思覺失調 有時候出出入入 但是就是那個階段 令我分析和計較 然後後來 我記得我沿了一段時間 是令我突然間 是彈 即是一個覺悟 我記得是 其實你懂得走 走 和我坐鱗椅 有什麼分別呢 我有這樣想過 後來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 你懂得走 或者你坐鱗椅 你最緊要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道自己 有沒有什麼夢想 還是在等死 還是說 我每一天都設定了 一些目標 向著我自己想做的 進發 這一個東西 是比起 傷殘或者健全 這一個才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 是你的心態 跟著 有一個思想 跟著 有一個行動 將它實展出來 如果不是你經常擺在腦裡 你做不出什麼 所以 大家都可以用這些方法 試想想想 想想 自己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 而且最差的情況 一定會出現 好像我這樣 我想定了 醫生都說 我本身適合 我可以什麼都不做 請一個工人 躺在這裡 有人照顧我 那就算了 但是 我就不想這樣 我就偏要想想想 自己相仇 做什麼 做好一些 真的要找人協助 再找多一兩個幫手 建立了自己很多幫助 回來 很多小天使 幫你受養 你們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你們的新的生活的時候 剛才你都跟大家介紹過 覺得很有創意 對在座各位來說 很有激勵 例如你開創了 輪椅拳擊 輪椅攀樹 輪椅攀石 那些創意在哪裡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創意 因為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我都經歷過 我適合適走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上山下海 去飛端頓隊 都試了很多 但是 我就在問自己 坐下之後 我的人真是怎樣 是否一定要像其他 輪椅朋友那樣 我只能玩拳擊 只能玩拳擊 只能玩拳球 或者只能玩草地滾球 那我可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還是說社會給我這些事情 我就要做這些事情 我不想這樣 我很想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 這樣就拳擊了 然後 想完之後 我要什麼幫忙 我用什麼配套 我用什麼設施 就開始扣助 真的運輸這些朋友 你可以借場地給我 原來你是科生教練 你可以跟我們做一些網上的宣傳 或者是做一些指引給我們 是怎樣做才不會受傷的 因為運很多專業人士幫忙 從而呢 慢慢就已經令到我 原來還有一件事都可以 然後我就開始 以前就真的專注在運動的方法 現在就真的跳出了 可以做很多我自己以前做不好的事情了 所以我現在都覺得自己是 好像創意無限那樣 還有比起我以前的定位 我不再是一個運動員了 現在甚至乎我已經做過監製 也都是擁有過自己的電影 也創立了很多不同的團體 在做一些相關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自己比以前更加全面 還有就是不要困死你自己 大家都可以不遲限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你這樣想或者這樣做 想完之後是要做的 就是想辦法怎樣實踐它出來 那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我真的夠膽求助的 亦都求支是比較強的 就不是直接大路的 真的想辦法怎樣實踐它 這個就是重要的 憑動力 是實際的我們所說的